6月9日,西琳娜一高现身某活动现场,出场排面超级大,引发网友热议 22岁的西琳娜一高是当下的人气歌手,只见她身穿蓝色西装搭配牛仔短裤 被十几个壮汉保安围成人墙护送,但定得走在中心,很有巨星风范 可以看出,当天有很多粉丝看到她经过时,纷纷举起手机拍照,还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 其中男粉丝占了大多数,吓得保安都紧紧拉着手,生怕西琳娜一高收到打扰 网友们看到现场视频后,有人直呼不至于,假如没有这些保安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歌手 还有网友觉得西琳娜一高穿着高跟鞋不太熟练,直言走路太尴尬 取悉,西琳娜一高是女团印堂303中的成员也是现在很有流量的女爱豆 她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,还获得了那英组的亚军 随后参加创造影选秀,以人气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女团队长,获得无数粉丝的喜爱 现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保安,可能是怕粉丝过于激动,会对爱豆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无论如何,我们都要理智追星,也希望西琳娜一高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